这是一段来自湖北黄岗市 齐春县民众与当地防控指挥部的通话录音 这位齐春县民反映 有些人即使出具禁忌证证明也被迫打了 还有村委会的干部在微信群里 发强制打疫苗的照片恐吓大家 照片中被接种的人至少被五个人控制着强打疫苗 湖北省黄岗市维权人士高飞说 现在很多家长既担心疫苗不安全 又担心孩子不打疫苗会受到排挤 中共层层下达任务但不敢承认 中间干部也不愿意背锅 反映到社会底层是矛盾巨集 有网友说遇到一名老家在江西南昌的退休干部抱怨 连有病卧床的人也被上门强行注射疫苗 新唐人记者林岑欣 刘芳采访报道